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我们的敌人一直都是病毒本身 而不应该是湖北人或者武汉人 全境国门站 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 前段时间微博上面基本上是一个呈现的舆论趋势 是所有的人都在骂湖北人 武汉人 作为武汉人我心里是觉得很心寒的 我觉得如果说 如果说大家连这种同理心都没有的话 其实是让我觉得会有一点失望 他们就是说 湖北人 武汉人就是身上带病毒 然后我不能让他进我们省 不然他们就会到处传播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 就是恐慌之下的一个不明智的说法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能够理智一点的话 可能可以得到更有效的治疗 希望大家可以善待武汉人 因为武汉是非常脆弱现在 然后我相信包括我在内 所有的武汉人都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很快地得到一个缓解 但是就是现在这个阶段 就是大家对我们的指责 其实是有些不公平的 大家都是受害者 我觉得在现在这样的年代 我们就是不要再去揣测 就是那么恶意地去揣测 说有很多人过来是恶意传播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我肯定会第一时间回武汉 对这个是可能我们所有就是在外地 或者在北京滞留的武汉人心里都是一样的愿望 我们就想去打了一张 导演的文章 他能为了可以吗? 你们回来期间